神話故事 《孟祖》 第20章 《君宗壯士》 船上的倭寇連日來 被海上神兵事件搞到心神不定 加上天天準備襲擊七星島 根本沒有時間出去搶奪財物 已經有很長時間 未能品嘗到新鮮的魚蝦 所以一聽到叫賣聲就欣喜若狂 但是在山本次郎未發話之前 其他人是不敢輕舉妄動的 海盜團伙和陸地上的土匪團伙有著類似的規矩 一切都要聽匪首的號令行事 如果不是的話就要遭到嚴厲的懲罰 山本次郎擔心有詐 所以一言不發地站在甲板上等待漁船靠近 當他看清漁船上只有一男一女 遙老的是穿著龍褲的父親 或掌叫賣的是穿著紅棉納陸褲的女兒時 就放心地押了押頭 視意可以動手了 那婦女兩人似乎也發現了 這是一艘買魚從來不給錢的海盜船 調轉船頭準備逃走 吊頭的不要走 雨通通吊上來 山本次郎大喊一聲之後 小漁船還哪敢繼續吊頭呢? 很快 那一籠又一籠活斌亂跳的鮮活魚蝦 就被無常地吊上了倭寇船的甲板 被倭寇吊空的小船剛剛走 那些倭寇就將魚蝦抬入火艙 七手八腳地忘開了 他們有些湯魚、有些抹蝦、有些蒸蟹 還有幾個乾脆弄辣醬半生蝦人食 但是他們誰都沒想到 就在一位崔士兵捉起一條大魚 正在湯的時候 竟然意外地在魚肚當中摸到了一枚石櫚 那個崔士兵還未來得及將一句話說完 已經被突如其來的一聲巨響炸到粉身碎骨 火艙裡的七八名倭寇也飛死即傷 山本次郎正在甲板上做著 蝦人兼蟹王送走的美夢 突然被一聲巨響驚醒了 當他聽清那些傷殘倭寇的聲音來自火艙的時候 立即明白是怎麼回事 山本次郎激到猛在叫 馬上下令全速追趕那條小魚船 船越大,行動越慢 船越小巧,滑起來越輕快 等大船調整好方向之後 那條小魚船早就以最快的速度 滑入了七星島前的海灣 山本次郎見這樣的情形 只覺得眼前一亮 我為什麼不以追趕漁船為名 行攻打七星島之實呢? 由於倭寇作惡多端 愚民們以惡作劇的形式 對他們進行報復性襲擊的事 是時候發生的 大部分怕報復的小魚船 在被倭寇追趕的時候 都是往七星島前的海灣裡跑的 倭寇因為不想和七星島上的官兵正面發生衝突 往往追到海灣入口的地方 就不再追的了 山本次郎認為 如果今天他們突然一反常規慣例地追入海灣 赤家軍絕不可能懷疑他們 意在攻打七星島 等赤家軍明白過來的時候 說不定他們早已經上岸登陸了 山本次郎拿出銅號 吹出了三星長鳴 埋伏在海灣周圍的49艘快船 聽到倭寇首領發出的出擊號令之後 立即爭先恐後地湧向海灣 以最快的速度向小船追去 那條小船正如山本次郎所盼望的那樣 直接向七星島滑去 而且速度也沒有剛剛開始的時候那麼快 眼看著49艘快船 在那條大船監視之下 即將對小船形成包圍之勢 不知什麼回事 那艘小船一轉眼 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山本次郎當機立斷地下達了直奔七星島的命令 但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 就在它下達命令的同時 夜色朦朧的七星島上突然殺星四起火光衝天 近千個火把在岸邊排成三條長龍 火光不照不知到 一照就令到山本次郎驚出了一身冷汗 原來七星島海面上 早已出現了一支游水作戰的神兵 這支人數眾多 聲勢浩大的水上神兵 一個個半沉半浮地向倭寇船隊衝殺過來 每個人手裡都高舉著一面寫有戚字的小旗 神兵個個都勇往直前 不知誰驚叫了一聲 啊!刀槍不入海上飛的神兵隊出動了 不好!我們中了埋伏了 山本次郎雖然很害怕 還是決定和這支海上飛決一輸贏 他立即下令遠距離的用戰射 近距離的用刀斬 怎知這支神兵居然戰射不後退 刀斬迎向前 他們好像是人人身披鐵甲 個個頭戴鋼窺 刀槍不入 戰射不穿 山本次郎沒想到斥家軍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就練成這支刀槍不入海上飛的神奇水師 實在是不可思議 這時候那些站在岸邊高舉火把 為神兵隊納喊的斥家軍 好像是有意為山本次郎適宜解話 齊聲高叫 天飛神威 刀槍不入 媽祖顯靈 傳遷窩口 神兵天助 活足窩手 狗聞媽祖神威的山本次郎 一聽這樣喊發 馬上仿然大悟 怪不得斥家軍連日來 既收廟又請神 原來這位呂海神這麼厲害 山本次郎不敢亂戰力 馬上舉起號筒下達了撤退號令 七星島海灣內 朝石臨立 急浪滾滾 來的時候既有那艘漁船在前面導航 又可以借助一些黃昏時分的日光 而這時候天昔已晚 又是在荒亂中敗退 對海灣中航行路線都不熟悉的49艘倭購船 要想一下子撤出海灣 談何容易啊 正所謂兵敗如山島 倭購撤退的號令一下 還倭購個個都想第一個衝出海灣 49艘倭購船爭先恐後 於是 逐招的逐招 撞船的撞船 逐招者難度 撞船者擋度 整個海灣頓時亂成一片 同時 正說站在山上手持火把的漆家軍 將手中的火把紛紛拋下去 來個火燒連營 結果 除了走在最後的山本次郎那艘大船之外 49艘快船僅僅有兩艘逃出海灣 剩下的即在火海中被焚 山本次郎逃回嶺港後 帶上一些值錢的東西 連夜離開福建 後來山本次郎 和他所率領的殘兵敗將奉仁說 赤計光赤計美 這兩兄弟太厲害了 他們一個能請得動東海朝臣 一個連出刀槍不入海上飛的神兵 真是太可怕 更可怕的是他們兩兄弟背後 還有一個無所不知 無所不會 無所不能 侄惡如仇的呂海神媽祖 那位媽祖就好像對待自己的兒子 對待妻子兩兄弟 對他們兩個的要求 有求必應 使得他們槍刺不入 箭射不穿 刀斬不死 下海不沉 只有赤計美和他的部屬知道 那支刀槍不入海上飛的神兵 其實是經過喬莊打扮後的三百個 裝老酒的空酒程 他們先將一頂大竹帽 用繩固定在酒壇上 再在左邊插上一面 戚字小旗 右邊插上一把 好像真刀一樣的木刀 又在酒壇裡裝上適量的水 使他們入水之後 搬沉搬浮 在朦朧的夜色或者昏暗的月光下 看上去就好像游水的神兵一樣 刀槍不入 箭不穿身 而這一切 又都是借助了媽祖神威之後 才得以見效的 用繩計美自己的話說就是 沒有媽祖的保佑 那些酒壇 喬裝得再好 也都只能夠是酒壇 不可能具備海上神兵那種 必不可笑的神奇和神器 講到這裏 或者有人會問 媽祖在其他地方顯靈的時候 大都是親自出面的 為何在協助斥家軍抗擊倭寇的時候 都是只見其精神 不見其身影呢? 其實並不完全是這樣的 嘉靖四十年 倭寇參擾浙江東部 臨海地區十萬火急 赤繼光奉子率領赤家軍赴臨海抗敵 剛剛趕到台州 就在城外和倭寇相遇了 倭寇正從海上登陸 人多世眾 赤家軍見到他們 不僅一點都不怕 反而一致排開 一個倭寇首領出面叫陣 赤繼光連派兩位哨官迎戰 卻雙雙敗落震霓 赤繼光準備親自出戰 總兵陳大成連王衝上前去勸阻 參軍乃抗窩統帥 豈能輕易作短兵欲搏之戰呢? 一講完就自己衝上去了 誰知那個倭寇首領雖然長得不太高 但刀法純熟 暴力敏捷 擅長短兵欲搏 雙方僅僅戰了幾個回合 陳大成就敗落震霓了 赤繼光情急之中 嘩嘩一聲 脫掉了銀盔甲 震臂一呼 誰能力斬此賊於陣前 本將軍以此作為投工之賞 華音降落 就有一位年輕壯士挺身而出 揮刀上陣 幾個回合就斬落那個倭寇首領的頭顱 並且乘勝揮刀左斬右殺 片刻之間就連續劈倒了七八個倭寇首領 倭寇嘩然立即震腳大亂 赤家軍士氣大震 哥哥勇往直前 殺得不可一世的倭寇們 潰不成軍紛紛逃命 赤繼光一面下令後衛變前衛 堵住倭軍的退路 一面下令萬箭齊發百炮共鳴 僅僅半天之內 幾乎全部殲滅這支折東倭寇的主力 台洲大節後 赤繼光找到了那位 面目清秀文質奔奔的壯士 特地將他請入軍帳內 定要以銀盔甲相贈 壯士說 參軍平生有三件心愛之物 寶馬、銀盔甲和軍刀 當此剿窩重任有堅之際 小可虐奪將軍之愛 豈不有助敵之嫌呢? 赤繼光見他堅決不仇 請他通稟姓名 以便日後表奏朝廷論功行賞 小可姓林 敏東眉州人士 賤名黑犬 壯士一邊通報姓名 一邊向帳外走去 赤繼光聽完大吃一驚 因為他所招募的赤家軍 全部都是浙江義烏人 為何突然冒出一個 敏東眉州人來呢? 再說眉州是媽祖的故鄉 難道這位林黑犬是…… 赤繼光覺得 眉州人士令人廢解 林黑犬則更令人生兒 因為眉州也是赤家軍 所敬奉的天妃娘娘媽祖的第二故鄉 而且姓林明墨良 而黑犬兩個字合意為一 正好是林墨良的墨字 赤繼光認為 林黑犬很可能不是他的真實姓名 見他要走 就叫了他一聲 壯士請留步 並且隨即問道 你如果不肯留下真名實姓 等到朝廷論功行賞之日 我到哪裡去尋找壯士你呢? 當赤繼光叫這位壯士留步的時候 這位壯士就站住了 但沒有回頭 當赤繼光再次提到論功行賞的時候 壯士則一邊繼續向障外走去 一邊用手指在刀片上 光勁有力地彈擊 並和著彈擊的節拍 很有節奏感地淫唱到 飲血到人上 驅窩自先行 風喉非我願 但願海波平 任唱之聲 又再以制 壯士卻突然消失在障礙了 究竟這位壯士是什麽人來的呢? 我們下一集再講 枕 我們下一個洽石 藍工 我們下一個洽石 你提供 谢谢大家